天空之上那道九彩之色的光幕散发着极其炙热的光芒 这光芒就算是融合了八种圣炎的硝烟都是感觉到十分炙热 而这道炙热的气息则是不断朝着眼前的这一道大千化魔艳所凝聚而成的人形身上不断聚拢而去 恐怖的气息让得硝烟的身体都是发出阵阵颤抖 恐怕此人的实力已然远远超出圣品天至尊的范畴 小子硝烟 见过大千化魔艳前辈 指此大千世界危难之界 还请前辈不吝将自己的传承赐予小子守护这一片世界的安宁 硝烟朝着大千化魔艳的方向拱手攻身一败说道 而见到硝烟并没有直接动手 大千化魔艳原本十分坚决的眼神顿时多出了几分的柔和 一个下位面晋升而来的人能达到这般境界 圣品肉身 主宰敬灵魂 以及八种不同的圣言 这等天赋就算是当初的夜晨也是比之不上 可惜夜晨最后并没有得到本座的传承 若是得到了本座的传承的话 倒也不必如此 说着只见到那大千化魔艳将目光转向虚空之中 硝烟凭借着自己强横的灵魂之力 自然也是可以感知到 那个方向正是北荒之丘的方向 前辈乃是大千世界的本源所化 为何当初不住不朽大地 难道前辈不知道 域外邪卒乃是灭视生灵 若是让他们占领了大千世界的话 那么大千世界的异义生灵都会遭受到灭底之灾 硝烟询问道 大千化魔艳似乎并没有对硝烟的话感觉到有任何的惊讶 似乎都已然想到了硝烟会这么说 你的话倒是和当初夜晨的话差不多 不过可惜即使如此 也不能让一个世界的法则围绕着你来运转 世界的法则 硝烟询问道 大千化魔艳副手力走到了硝烟的跟前 在这茫茫大咒之中 拥有着无数个像大千世界这般存在的大世界 而每一个大世界的诞生 都是遵循着世界的法则而运转 那就是世界意志 不得干涉世界生灵的兴衰更替 硝烟听到大千化魔艳对他说的话 仿佛打开了自己新世界的大门一般 以前这些事情他并不是十分清楚 当初在斗期大陆便是如此 如今到了大千世界仍然如此 此刻的硝烟愈发可以感受到 一个世界的尽头便是另一个世界的起点 即使身处于大千世界的巅峰 或许在整片大咒之中 也不过只是有了一些自保的实力而已 也就说 无论是谁占领了大千世界 无论是你 还是那一道淬炼世界的元素雷电 还是那一道世界意志 都不会选择去管 是这样吗 硝烟收起了那种十分客气的语气 轻声说道 大千化魔艳微微点点 只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能量 想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 大千世界的意志才会出手将其镇压 其他的情况下 即使面临着其他大世界的入侵 大千世界的世界意志也不会出手的 硝烟生深呼了口气 缓缓攥紧自己的拳头 大千化魔艳感受到了硝烟生上 所释放而出的战役 轻声笑着说道 不过 我们只是大千世界的本源 并不是大千世界本身的灵石 你若是想要保住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话 大可以取代我们 成为这个世界的本源 甚至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如何才能取代你们 成为这个世界的本源 打赢我 或者灭杀我 当初夜晨打败了大千世界的意志 从而在这大千世界的意志之上 留下了自己的信誓 可惜终究没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接着去融合这个世界的本源 去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若是你打败了我 那么同样也是有着能力 在那大千世界的光幕之上 留下属于自己的信誓 日后 刘全姓名 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大千化魔艳轻声说道 可就当硝烟的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似乎可以震开天地的赤岩齿风 便是朝着大千化魔艳的身形 猛然怒轰而去 恐怖的灵力风暴 刹那间 便是席卷了这圣岩山脉 就算是整个无尽火域 都是可以感受到 炎帝所释放出来的恐怖能量波动 何等的恐怖 小炎子在圆动手 硝力寻问道 永恒古树摇了摇头 并不是 不要过去 那里的战斗 我们没有资格插手 身为大千世界 存在世间最长久的存在之一 永恒古树自然是知道 硝烟是准备收服最后的大千化魔艳 但是大千化魔艳身为圣年榜第一 并不是其实力超过前天龙皇艳 而是因为 没有任何人或者火焰是他的对手 当初前天龙皇艳 也只是一道万帝龙神岩而已 而大千化魔艳 则是为了平衡万帝龙神岩的力量 所以分出自己极小部分的本源之力 来注入到万帝龙神岩之中 从而让其成为圣年榜第二 超越了虚空还语言 由此可见大千化魔艳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这般实力的强者 远远不是圣品天至尊后七层次的强者 可以战胜的 此刻的硝烟 正在问鼎这个世界的巅峰 采灵轩看着那一片山脉 沉声说道 大千化魔艳 看着硝烟施展一伙横骨齿 加上燕分尸浪齿形成的齿风 一齿朝着自己的方向 轰射而来 脸色却是丝毫不曾慌乱 只见到七轻笑一声 手指朝着那齿风的方向轻轻一点 旋即便是见到硝烟那一击 燕分尸浪齿的赤炎齿风 竟然直接化作万千光点 消散而去 就这点实力的话 可是对付不了本作的 大千化魔艳轻笑着说道 硝烟的地焰 可是融合了八种圣炎 其中甚至还包括着 圣炎榜排名第二的 前天龙皇宴 第五的驼舍地炎 第六的乾坤问心火 第七的大盗龙皇炎 第十的万灵炎 这五道圣炎 在圣炎榜之上 排名都是在前十位 所融合而成的地焰 就算是圣品天至尊后期 层次强者 都是无法承受它的温度 但是没想到 在这大千化魔艳的面前 竟然没有丝毫做的 当初本作断烧大千世界本源 从而形成大千世界诸天万剑 而这圣炎榜变 是利用圣余部分所打造的 你莫非真的认为 融合了这么多的圣炎 便会是本作的对手了 大千化魔艳接着说道 便是见到大千化魔艳 脚尖轻轻一点虚空 顿时萧炎的身形 便从原本的山脉之巅 来到了一片独立的 九彩空间位面大陆之上 见到大千化魔艳 居然可以带着自己 进行空间移位 萧炎的眼神之中 充斥着震惊的神色 自从自己的地焰之中 融合了空境原研 在空间之力的比拼上 自己便没有逊色过任何人 此时的萧炎 就算是带着整个位面大陆 进行移位 都只是转眼间的事情 但是大千化魔艳 居然可以轻松带着自己 进行空间移位 就意味着 大千化魔艳的实力 已然远远超过了自己 这便是你生活的地方 萧炎沉声说道 虽然不知道 这个地方到底是哪 但是 以萧炎的灵魂感知 却是无法探知到 这里的任何生命气息 这片位面大陆之上 除了此刻的萧炎 以及大千化魔艳之外 就没有第三样的生灵 大千化魔艳 并没有说话 不过下一刻 强烈的灵魂感知 便是预测到了 那生死攸关的危机感 萧炎身形一闪 朝着远处的方向掠去 只见到一到数十万丈的巨掌 猛然朝着萧炎所在的方向 拍了过去 即使萧炎远远站在虚空之外 也只是可以看到 这一掌的小部分而已 这一掌落下 若非是这片空间 本身极其稳固 就算是轰向上 未面大陆 也可以一瞬间 抹杀全部的生灵 这一掌虽说并没有伤到萧炎 但是强横的气势 还是让萧炎的身形 朝着身后的方向滑行 退后了几百里的距离 萧炎身形锁过之处的空间 阵阵崩裂 好强横的实力 这就是当初不朽大帝 曾经达到过的境界 就当萧炎被刚才大千化魔艳 随手一招震退 感觉到惊恶的时候 大千化魔艳不知道什么时候 身形已然来到了萧炎的身后 萧炎的灵魂力量 虽然可以感知到 大千化魔艳的存在 但是身形却是完全跟不上灵魂的动作 大千化魔艳的意识 传入到萧炎的脑海之中 感知不错 可惜实力倒是弱了点 又是一掌落了下来 生猛的劲道 将拍在了萧炎的背脊 萧炎顿时便是察觉到 自己浑身的经脉和骨骼 都似乎被这一掌给拍断了似的 但是好在萧炎的肉体 也是经过锻炼的 圣品肉身的恢复能力 远远超过一般的肉体 但是 这股撕心裂肺的疼痛 却是未曾减少半分 只见到萧炎身形 猛然落到卫面大路之上 原本平整的地面 被萧炎的身体 砸出了一个大坑 大千化魔艳 看着自己的手掌 呵呵 你的肉体强度虽然不弱 但是比起不朽大地的 万古不朽身而言 还是相差太多了 我只是没想到 大千世界 如今五座原始法山 你一座都没有得到 竟然还能拥有如此实力 不过 这边是你的极限了吗 若是凭借这种实力 就想要打败我 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 萧炎捂着自己的胸口 刚才那种 能让自己经脉和骨骼 竞数碎裂的力量 已然凌驾在了圣品之上 若是依靠着寻常的招式 必然会在其手上 败得很惨 既然如此 那便得罪了 地炎变 炎神变 大千化魔艳 看着此时的萧炎身上八道圣炎 顿时快速席卷全身 恐怖的火焰能量波动 顿时席卷萧炎的全身上下 八种圣炎的冲击之下 若非是萧炎全身的 经脉骨骼肉体 都是经过无数天才地宝的淬炼过 可能一瞬间 就被完全焚烧成虚无了 这种极致的力量 就算是圣品天至尊 后期层次的强者 都没有办法忍受 可当萧炎真的忍下来以后 这股惊人的恐怖增幅 所带给萧炎的 则是无尽的快感 萧炎的双眸 被赤金色的地炎所缭绕 望着眼前的大千化魔艳 虽然还是感受不到 大千化魔艳的境界 达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萧炎自身的修为 却是提升了一大截 还是有些差距吗 而大千化魔艳 看着此刻的萧炎 原本轻蔑的眼神之中 突然带着些许的震惊 难怪你可以融合圣年 原来是拥有一道 可以融合圣年的神通 大千世界的生灵 倒真是十分了不起 居然可以创造出这等神通 这提升实力的秘法 居然也是一道神通 炎帝 你可真不会是气运之子 不过可惜这些 都只是你的天赋 并不是你真正的实力 大千化魔艳轻笑着说道 萧炎冷 冷望着大千化魔艳 那今日便让你 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实力 大千化魔艳双臂交叉在胸口 虽说气势上 已然比起刚才要认真不爽 但是从大千化魔艳的眼神之中 似乎并没有将萧炎放在眼里 萧炎手掌轻轻一挥 一柄八色圣岩所围绕的彩色火齿 便再次出现在了萧炎的手掌之中 但是 这一次 萧炎无论是修为和气势 都是比起刚才 不知道要强大了多少个档次 恐怖的灵力威压 顿时席卷这一片未面大陆 就算是圣品天至尊后期层次的强者 在这个地方 或许都是 无法承受此刻的萧炎身上 所释放而出的威压 气势倒是比起之前强悍了不少 就是不知道实力 还未等到大千化魔艳说完 萧炎的身形 便是已然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原本大千化魔艳 那眼神之中的轻蔑 顿时削减了不少 一掌朝着萧炎的一伙横骨齿的方向 拍了过去 顷刻之间 萧炎的身形 便是被大千化魔艳的那火焰掌印 给拍飞出去 但是下一刻 萧炎的身形 却是直接凭空消失了 转眼间 已然来到了大千化魔艳的身后 灵魂分身吗 大千化魔艳轻声说道 他没想到 萧炎将灵魂分身 和本体的实力分开之后 无论是本体 还是灵魂分身的实力 竟然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这种层次的实力 就算是对付曾经的天邪神 或许也只是略战下风而已 大 可就当萧炎的那一击众齿 破开空间 朝着大千化魔艳的腰背攻去 却是听到一声 空间破碎的猛然震荡之声 恐怖的灵魂震荡 直接将萧炎的身体震退出去 萧炎感受到 刚才自己的那一 迟已然接触到了 大千化魔艳的身体 但是却并没有伤害到这个家伙 反倒是被大千化魔艳抓住了机会 施展灵魂力量 将自己震退 要知道 萧炎此刻无论是灵力 肉身实力 还是灵魂力量 都已经凌驾在圣体之上 每一次的攻击 即使只是随手的一击 或许都可以造成毁天灭地的效果 但是 此刻面对大千化魔艳 却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萧炎推测 此刻的大千化魔艳 便是有着当初 那不朽大地层次的实力 离开吧 看样子 你确实是有点东西 但是你的能力不足以 承载你所继承的气韵之力 大千化魔艳 轻蔑一笑说道 此刻的大千化魔艳 无论是灵力 肉身还是灵魂力量 应该都是高出萧炎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 乃是萧炎凭借密法 无法达到 以及超越的存在 超脱圣品和圣品层次 已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萧炎同样也明白 现在大千世界 虽然有着无数的造化 但是属于她的那一份 只有圣炎 唯有得到大千化魔艳 才有可能真正的迈出那一步 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巅峰强者 从而守护大千世界 仅仅一招而已 若是一招便 是可以轻松将我劝退的话 那么 我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岂不是完全白费了 大千化魔艳 眼神紧盯着萧炎 你一路上所经历的一切 我都知道 但是 得到我所要付出的难度 要高于你一路上 所遇到的困难的总和 还未等到大千化魔艳 接着说下去 萧炎缓缓站起身来 现在萧炎和大千化魔艳之间的战斗 乃是这个世界巅峰 举手投足之间 便是可以轻松毁掉 一座上未面大路 就算是萧炎的圣品肉身 在这种级别的持续轰击之下 也会出现破损 接着来啊 萧炎轻声说道 可就当萧炎的话音刚刚落下 大千化魔艳的身形 却是再次来到了萧炎的跟前 手指朝着萧炎的鹅胸膛 猛然一点 便是见到那九彩斑斓的火焰 顿时动穿了萧炎的胸膛 萧炎的圣品肉身 似乎对着大千化魔艳 没有产生任何的抵抗 便直接被穿透了去 哼 萧炎的身形再一次被击飞 这一击并没有击中心脏 但是 也让着萧炎的身体 感受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只见到萧炎的身体 犹如炮弹一般被弹射了出去 但是大千化魔艳并没有打算放过萧炎 在其身形快速闪动之下 这一方天地空间的 顿时呈现出一片九彩斑斓的世界 但是 在这片九彩斑斓世界的一团团云雾之中 两道身影在不断地碰撞 其中那道赤颜色的身形 在那道九彩光影的追逐之下 并没有任何的抵抗的能力 而自身的肉体 也是在不断地被其九彩火焰所侵蚀 不过五次呼吸的时间 萧炎的身体就只剩下那一颗被其灵魂体保护着 其肉身已然被完全地焚毁 见到此景象 大千化魔艳这才停下手来 还想要继续打下去吗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和我的境界相差 实在是太大了 若是你想死的话 大可不必死在本座的手里 萧炎缓缓站起身 肉身被完全毁掉的战斗 萧炎这还是第一次经历 好强 不过你不杀我 并不是因为你不想杀我 就算是继承了大千世界本源的火焰 也不愿意会被人炼火 既然你知道这一点 难道还不会死心吗 大千化魔艳笑着说道 萧炎左右亮枪着身体 你不杀我 也是因为大千世界的意志 不能决定生灵的生死 这才让你每次对我出手 都是下死手 但是每次出手 却并非是直接取走我的性命 只见到萧炎不紧不慢说道 仿佛并没有将自己肉身被毁掉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大千化魔艳听着萧炎的话音 脸色则是再次变得难看了起来 似乎萧炎已经说出了他的心声一般 那又如何 难道你认为自己可以胜过本作吗 无论萧炎凭借自己 已然踏入主宰的灵魂境界 观察的如何细致 又或者如何的会揣测内心 但是 只要不打败恋花大千化魔艳的话 便是 无法在这光幕之上 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现在的确是不行 但是知道了你的弱点 便是有着时间 慢慢陪着前辈耗下去 萧炎笑着说道 只见到萧炎的手掌之中 一朵八色的火莲 缓缓脱手而出 朝着大千化魔艳的方向 快速飞了过去 看着这一朵大千化魔艳 那本作倒是要看看 是本作的弱点 被你真正开发 还是你先支撑不住 说吧 只见大千化魔艳 再次一巴掌 朝着那道火莲的方向 猛然拍了过去 一阵白光闪现 萧炎踏立在虚空之上 猛然喷了口鲜血出来 旋即看着天空之上的 那一道九彩光幕 旋即缓缓擦掉嘴角上 渗出的鲜血 刚才自己去的 乃是灵魂事件 并非是真实的事件 但是 萧炎所感受到的全身肉体 被焚毁的痛苦 却是十分真实的 看样子是失败了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响 出现在了萧炎的耳旁 萧炎转身 朝着那两道身影望去 便是看到永恒古术 和虚空还宇炎 两位老前辈 出现在了自己身后不远的位置 两位前辈 萧炎躬身一败露出一丝 苦笑说道 永恒古术 和虚空还宇炎 微微点点头 倒是不必心解 大千化魔艳 乃是大千世界本源 当初就算是不朽大帝 想要迈出这一步 都是需要百年的时间 可是距离最后一次大千盟约 只剩下十余年左右的时间了 到时候 域外邪族 必然会举全族之力 来发动战争 营救天邪神 到时候 若非拿出媲美不朽大帝的实力的话 或许对于无尽火域而言 也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萧炎沉声说道 以萧炎的实力 现在面对三个天魔地层次的强者 或许根本不在话下 但是域外邪族的实力 可不止如此 而且无尽火域 作为域外邪族 进攻大千世界 极北之地的门户 必然是要面对极大的压力 当初驼射古族 被灭族的命运 萧炎可是不想 去体会一次